時節第五大禮 發落餅店會經過起貼街 起貼街時林鄭說,不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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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旅行街 都非常有意義 就是變成人然全非 今天快樂的餅店一樣 出了起碟街右邊就是 已經過50年的老店 很難得 我自己當然也有光顧 尤其是在等車去赤柱的時候 等車去赤柱 有時候就包店買些食物 但是沒有想過一個老字號的餅店 最後還是要消失的 很可惜 非常可惜 去到街尾就是合和 合和的子彈升降機 仍然跟小朋友一起玩 看著整個圍景 以前合和曾經是 香港最高的高樓大廈 現在有了IFC之後 當然不會是合和 但是外面的旋轉餐廳 很有名的 這裡是一個活化組的建築 是旗華餅家 有餅店 有餅店 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那這樣的話呢 就在這裡上去吧 除了旗華賣餅之外呢 裡面還有一些微縮的模型 謝謝 今天介紹我老婆 歷史 還有我的微縮 都漂亮的 那我自己最欣賞的就是 這個奇華 老公店 有一個微縮的模型 這裏它說明是1比12 其中一間是上海街的奇華老店 那以前的老店的街磚 它完全可以覆黑出來 菠蘿包 奶油包 非常有心的 非常有心的 當中還有那些咖哩餅 奶粉洋酒 那個時候 是很流行的 非常有心 無論是由地板 那個掌櫃的櫃圓機 舊式電話 都覆黑得很漂亮 玻璃層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角 是快樂餅店 我們繼續去快樂餅店 就是剛才說起碟街 進口轉右 一直走 過幾個街口就到了 但是因為呢 今天已經是 7月31日 最後呢 它應該是8月1日就結業了 換句話說 我記得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在這裡乘車巴士 之前說過我在這裡等車 肚餓 口渴 我都會在快樂餅店買東西吃的 差不多 有時候街角 有個小公園給你 那我就坐下吃東西 我繼續向前走 好 好 繼續走 繼續走 那那幾個街口呢 就快到了 應該聚集了一班的人群 都是有依不捨的 那這條街 沒有街牌 聯發街 今天應該是最後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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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排隊買 還要排隊買 排隊了 應該都買不成了 好 好 好 其實 這個 是 我們也有 可以 喔 有 例如想紀錄店裏所有的細節都會很難 因為如果將它微速化的話要進去拍攝 但是因為現在太多人了 5個 HAPPY CAKE SHOP 今天差不多應該是最後一天了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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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隊長有多長 看看能不能排隊買東西 如果排不到也沒有辦法 那個隊長很長 Oh my God, 這麼長 這麼長, 我怎麼買啊? 哇, 真是很長 那不是一個辦法 Oh my OGG 其實香港人都很有情 老香港的一部分, 一部分的小 就算是認得的, 不知道有多少 真是沒辦法, 條隊太長了 光顧不到 其實中環除了剛才有很多古蹟 還有一些街市場, 這個是基利神街 很漂亮的街市場 真的很值得去記錄 真的很漂亮, 好像一個小的花街 還有貝爾堂樓 新舊交替 但是很可惜 一切好像都敵不過時間的淘汰 哇, 前面那個 大浪的 婆婆都很有興趣, 只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 真的不等了 真的 真的 真的沒有可能再等到 真的沒有辦法 甚至現在是整整的 光顧最後一次都沒有可能 因為太多人 真的太多人 好, 為了 不要再看 紀念 店的格局也可能很難 可能是很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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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8月2日光榮結業,即是還有一天 不能阻礙人做事,沒辦法 還有一天,可能要早點來 好,撤退,撤退,撤退 沒辦法了 尤其是疫情之下 尤其是疫情之下,很多老婆頂不住 好多老婆頂不住 一間一間一間 8月2日,還有兩天 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你們住開或是走過的 都鼓勵你當襯下老店 如果你... 一邊一邊建高樓大廈 一邊一邊重建 舊的東西不斷被淘汰 這個紅聖古廟會怎樣 不知道 但是他旁邊的老朋友 起貼街 快樂餅店 都成為過去了 那這個古廟又可以熬多久呢 真是不知道 星期日很多店鋪都下閘 其實都幾恐怖 但是沒辦法 在疫情 政治性的COVID measures之下 即是香港要捱過 真的要大步纜過 那這個就是剛才的奇話餅店 這是一個活化了的建築 很漂亮的 值得來的 還有二樓三樓有餐廳 可以吃茶 然後我們又回到這個合夥了 那現在我們又回到這個合夥了 喜歡你喜歡上的影片 請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多謝各位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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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